金马走过半世纪 舞台上成就了很多电影人荣耀的一刻 但是幕后却有着许许多多 您看不到的工作人员 他们竭尽心力 打造了一届又一届完美而盛大的颁奖典礼 接下来让我们换个角度 以幕后工作人员的视野 来看看他们眼中的金马奖 有什么样有趣的漏网镜头 这是一个星光闪烁的晚上 海内外影剧界人士会集一堂 参与一年一度的金马奖颁奖祝寿文会 这是金马奖颁奖典礼 首次有机器与彩色方式 记录下的珍贵画面 林波带着得奖者 开心地切着八层大蛋糕 时隔三十一年 得奖人的喜悦如此鲜明 但镜头拍不到的 是一群幕后英雄 造就这一场又一场 盛大而完美的颁奖典礼 那个时候颁奖的行驶是由四仪 那个四仪是中广一个名的广播的 那个时候讲是名嘴 丁丙隋非常有名的 他来做四仪 把这个颁奖的过程 都是由他来喊出来 那个时候是国防部的示范乐队 在现场在楼上 就是来演奏 演奏这个音乐 就是等于开始开幕了 金马五十届 理型导演就是几乎全情的 金马模范生 回忆前十四届的金马奖 其实根本没有主持人 而是靠着思宜串起 整个典礼的流程 直到第十五届的颁奖典礼 才首度出现典礼主持人 谢谢各位的掌声 更谢谢各位给我们的鼓励 今天我和王豪兄 有这份荣幸 来为金马奖颁奖典礼服务 我们感到无限的光荣 今年的金马奖 为了改变方式 经过主管单位 精细的设计 跟长时间的规划 我相信 一定可以一心而不 第一任主持人 就请到对金马奖 意义重大的林波 以及资深影星王豪 结下重任 两个人在此之前 完全没有主持经验 但稳重大方的表现 获得一致赞赏 从此金马主持人 成了典礼要角 典礼风格也在历届 主持人的带领下 逐渐洗去严肃的色彩 金马三十 甚至扩大举行 首度引进了国外影展 必备的红地毯 请来高宜萍担任 星光大道主持人 台北今天晚上的天气 气温差不多在15度左右 但是这仍然挡不住 我们热情的观众朋友们 而究竟今天晚上 将会有哪些人 在此与我们共襄盛举 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看 成龙 叶童 杨子琼等影星 逐一踏上星光大道 虽然以具红毯雏形 却还是只有贵宾快速步入会场的画面 直到隔年第31届的星光大道 才首次加入了访问元素 你今天晚上最想看到谁 刘德华 刘德华 刘德华有没有得过金马甲 没有 没有 希望他得 希望 我待会来问他好不好 来 你希望看到谁 刘德华 也是刘德华 成龙 成龙 成龙是你的偶像 高中生穿着制服 连书包都来不及放 就跑去看星光大道 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而当年的重要幕后工作人员曲威 他是曾经参与多次金马奖的资深导播 那个时候我们是下午4点多 在台车12楼 把所有入围的人都请来一个酒会 然后大概6点钟左右 有警察的警察开路 我们弄了很多的礼车 然后全部送到国服纪念馆那边 然后走星光大道 现在看到我们是阿兵哥 林志颖先生 林志颖 来来来来 来 跟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 这个打声招呼好不好 嗨 所有的朋友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加油 哇 现在我们看到李安导演 还有彼安雷小姐 你好 你好 哇 雅雷姐今天穿得好漂亮喔 来 来来来来来来 雅雷姐这次你又入围主角 你配角你觉得心情怎么样现在 心里很开心 不过也很感激这个评审 能够再一次的给我肯定 身为当年电视台的重量级导播 曲威不但打造了热热闹闹的星光大道 更希望典礼与电影密切结合 1997年大导演胡金泉逝世 曲威立刻将他指导的龙门客栈电影桥段 搬上舞台经典重现 带领所有电影人共同缅怀胡金泉 龙门客栈那个导演胡金泉 他也过世那一年 那一年我们做是怎么做呢 就是在国库经线馆现场搭了一个龙门客栈的 那个舞台式的一个客栈 当进行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一个爆点 有十个舞行从那个茅屋里飞出来 只不过多次金马奖颁奖典礼 曲威导播笑称 一辈子活在荧光幕后 面对镜头总有些手足无措 一句玩笑话 却道出所有幕后工作人员的心声 像是这位金马奖御用保全张宝文 新光大道他走了超过750回 但镜头的焦点却从来不是他 像一般我们一人下车我们就要护送他到新光大道 然后送他上楼梯回到会场去 这样我现在每年这样子每天这样每一次这样走走走 大概每一次颁奖天大概走过50趟吧 我这样已经走了15年了 所以你可以算一算我大概走得多少星光大套 纵使一路走来总是隐身幕后居多 但在第43届金马奖 宝哥却接到了一个特殊人物 请跟我一起欢迎我们的颁奖人 TWINS还有一个神秘人物 当时TWINS在大马遭到狗仔偷拍 金马执委会邀请他们来台时 不但加强保全 这一路从街机到上台颁奖 都有宝哥紧跟在旁 成了史上最另类的颁奖人 我出现就表示有大牌来嘛 所以我一上台 才刚好说这是谁啊 这不是谁 全场都要哈哈大笑 那你今天有检查我们金马奖的后台 还算安全吗 还可以吗 还安全 有 即使上了台 但从头到尾却只讲了 非常安全四个字 或许就是所有工作人员的最佳写照 他们难得开口 因为想做的 永远比想说的还要多 虽然隐身美光灯后 但绝对是成就这一切的幕后影响